但同一時間也還是要來關注的是食安問題了 因為在新北有民眾點了外送 是一間在南亞夜市的掛包攤販 食用過程當中這一咬卻覺得怎麼會有這麼硬的東西啊 一開始以為是骨頭 但沒想到吐出來一看就發現 是一根長達3公分的螺絲釘 軟嫩控肉撒上滿滿花生粉搭配香菜酸菜 這掛包豐富內餡讓人看了食指大動 但有民眾買來吃到一半 卻看見這嚇人畫面 直接一根長長螺絲釘出現在掛包裡 當事人第一時間不可置信 還以為自己看錯了 其實有咬到硬硬的東西 我以為是骨頭 因為後面看到的時候才發現也是螺絲釘 那有3公分 當下覺得滿誇張的 爆出食安問題的 是位在板橋南亞夜市的一間掛包攤販 2號晚上9點多 張先生透過外送平台點餐 吃到一半 卻驚見掛包裡頭有螺絲釘 事情在網上曝光 網友紛紛留言大酸 老闆加料不加價 老闆幫忙補帖 這是象徵天丁祝早生貴子 而且沒有吃進去 吃進去就很危險 就很不合理 彼補情況 民眾紛紛直呼太誇張 受害的張先生 當下也和外送平台反映全額退廢 對此事件 衛生局也表示會到場積查 協助釐清狀況 倘有不符規定之處 將命業者限期改善 若藉其人為改善完成 可依違反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處 新台幣6萬元以上兩億元以下的罰還 詹問提連環報 業者得一再更盡慎拔關 這回吃掛包吃到螺絲林 恐怕在消費者心中 已經留下不小隱隱 就有林文堯家電影 影片下方報導